5.13号上午还在产检,超预产期一天,各种新疆,亲戚各种案,我还说要坚持到5.20再生,但从早上开始就感到微微的痛感,虽然间隔时间很长,但运气完全没有不适,所以这种痛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。 1.但没告知医生,因为怀孕不舒服也蛮正常的,而且也觉得是心理作用,期间我也查了很多男保女保症状,完全出于好奇,其中几条马准的,分享下。 1.运气基本无运吐,又要深度次往前尝,2.唐山数据两项都大于1,4.必超,一直双身分离,准出生就好了,4.中性力细胞偏高,5.任神线偏左左右纹变黑,我们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爸爸妈妈彼此相爱,希望有爱的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天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